加上点名牌 那凤仙花枝是鲜红的 涂到指甲上 就中国很早也有这个 现代的美甲应该说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美国人发明的 就发明那种指甲油了 它根据什么呢 说你看汽车能喷漆 说这要是用的花枝涂 涂完了洗眼费事 指甲油这方面的意图再洗很容易 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发明了这种指甲油 在那之后呢 法国的一些这个高水平的化妆师呢 又发明了甲指甲系列的 陆陆续续的 这个行业一点点发展 那么在中国呢 建国以后呢 大概到了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从国外传过的这个美甲行 其实要我说 说传过来很勉强 中国过去也有 只不过主要目前上不是手 而是脚 那修脚是用的东西 跟现在没啥呢 区别不是太大 过去有说法吗 说修脚子呢 叫低头的码码 为啥呢 比方说垃圾宴的修指甲 他得低头 他抬头坏了 低抬头 我说要跟你说呀 你这个脚啊 就得我修啊 要是旁人修啊 绝修不了 怎么好啊 词儿 这拉口呢 那不行 得看着 所以过去管这个叫低头的码码 其实你说这个 和现在这美甲行 那不很像吗 只不过一个是弄脚 一个是弄手 所以这个行呢 现在呀 在中国呀 很活 你看北京呢 我到什么西南商场啊 什么大跃城啊 就这些地方 你看经常有呢 也就一百米长 那么一过道里头 一家一家一家 十好几家排着 就美甲行的 一些小姑娘到里边去 你看站那块 最有意思的呢 美甲这小屋里 一般现在都装上了WiFi 就无线网络 为啥 这手扇着他美甲 这边拿手机刷屏 在那玩上网 这现在成了 年轻人喜欢逛商店的 都是一角的 所以这个行业 现在发展的非常快 快可是快呀 他这里头啊 有问题 那句老话 这萝卜快乐不洗泥吗 他这个行当 就出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卫生问题 一个是暴力问题 美甲为之间增添色彩 但是在美甲的过程中 你做到明白消费了吗 美甲行业的暴力 你知道多少 背后又存在着哪些健康隐患 那个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那个是挺像的 就这样的 美甲店 还有哪些消费陷阱等你跳 老良观世界 你不注意的美甲 马上为您揭晓 你比方说卫生 照理说呀 人这个手都知道 咱们天天摸这摸那 手上这菌非常多 那么给人家修指甲 美甲 做这些的话 干嘛呢 一个很主要的是呢 把你这个手 弄得漂亮点 那么漂亮点 你手上还有细菌 那么给你做完了 给下个人做 这工具你必须得换 起码你得严格消毒 像我们这边使用的工具 都是一次性的 用完之后都是要抛掉 现在你看呢 不光说女的去 男的也去 男的到底干嘛呢 他不是说是美甲 手不护理 手不护理就要什么去死皮 剪指甲 把手修得更整洁干净 之类的 那这些东西都涉及一个卫生问题 你咱们现在干别的行当 有时候说要有一次性的 讲卫生 美甲这行的 你看往往 他店里给你打 消毒啊什么啥的 其实搞得非常粗俗 有的时候根本 这个设备 刀我剪的 给别人干完了 下边就你 他根本他也不消毒 有的该一次性的 他蒙你 根本不是一次性的 或者有的站个边车 搁酒精 涂不涂不就完事 根本起不到消毒的作用 一把假钳 一把错刀 一个酒精棉球 这就是很多美甲店全套的工具 这种简陋的美甲服务 存在着诸多的不规范 不卫生的因患 在一些不合格的美甲店 美甲师在给不同顾客服务时 并不会对所用的毛巾 指甲错 镊子等工具进行消毒 也很少有美甲店 是从消毒柜中取出美甲工具 大多数情况下 美甲工具 就是赤裸的放在容器中 需要是直接使用 这种不规范的操作 极易让消费者被感染上首选 灰指甲 甚至是肝炎病 所以现在有不少朋友 去美甲之后 造成什么后果呢 出现了甲勾炎 传染灰指甲 这些首选之类的 弄出这些病来 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我的指甲 慢慢它就会发霉 好像变霉了一样 那个指甲 它就不像原来的 那么硬的光滑那样 整个霉慢慢藏出来了 以后就觉得整个指甲是空的 所以现在这个行当里头 消毒各方面搞得并不好 所以我奉劝有的 做美甲的朋友 你倒上去 一定得看看它的设备 起码得让它割酒精干嘛的 之类的 都给你仔细的消毒 来一遍 要不然别刚做完 就轮到你 你想想它有恶心的这东西 它本身这手 这咱们天天都用得着的 所以这个行业 现在我说 卫生状况并不理想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更有一点 值得大家注意 暴力 小店里面经营的是啥 民家店 民家店都是十几块钱 我批发他十块 那我卖多个 你们那个 当吃 你们要当吃人要钱 就往高要 有的人家还卖得 六十八 有 还有卖一百的 就是他挣你钱 挣得太狠 你看呢 有的人说 指甲柔挣钱挣得狠 那是 指甲柔现在最出名的品牌是什么呢 不少女孩子都知道 叫OPI OPI是美国的牌子 美国那边一瓶呢 六美金到九美金 卖到咱们这 大概得七十多块钱吧 可是你看那个 一般美甲店用的 极少有用这种 七十多块钱一瓶的美甲油 特别说OPI OPI有很多的 包括呢 还有地方 市场上百分之五十几 八块两个 我有三块五的 不过是低商 他用的呢 在淘宝上要买 十五块钱一瓶 二十一瓶 十块钱一瓶都有 而且一瓶指甲油 最少呢 能给将近二十个人使 你算他摊到门身上 那才几块钱呢 带上来 归乎其微了 有的甚至几毛钱就 所以这指甲油 他做一套护理 就光指甲油这个 要你五十块钱 很正常的价 你算他价是多少 起点可能 轮到你身上指甲油 花费五毛到一块 也就这样 美甲 离不开指甲油 然而 在把指尖 装断的五彩缤纷 美轮美奂的同时 指甲油所引起的健康问题 却常常被人们忽略了 做一次美甲 至少要休息 两周到四周 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美式 这样的话 会让自己的身体 有一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它能够 对呼吸系统 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它那个 规发性的容器 比较刺敌 对呼吸系统 有一定的影响 对皮肤也有一定的影响 对生殖系统 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育林旗的护理 建议不要应用指甲油 比这个还厉害的是相钻 所以你看你这指甲 像整这个 非常璀璨 怎么办呢 我这有十花洛士奇美钻 给你装上 本来呀十块钱 一片 这你来优惠 一百五千吧 给你装二十片 一片算你五块钱 你绝对挺便宜 你到其他地方 咋听咋听你才知道 那个每钻一片 它卖你五块 基本上批发价 也就几毛钱 两毛五 你要到淘宝上买 一毛钱都有 你就说这中间差价多少 这赚你多少 比这还狠的呢 是那个光料胶和光料灯 光料有的朋友知道 就是在指甲涂上光料胶 然后通过光料灯一考 把它定型 显得漂亮 这光料胶呢也便宜 一瓶呢 大概也就是十块钱左右 也能二十个人用 那光料灯的呢 那就没法计算成本了 一时时好多年 这一套下来 有的这种便宜的 要你七八十 贵的要你二百多 你算这个利润都有多少 你再把这几样加在一块 就这一套 咱们说手部护理啊 全套的 你包括洗手 然后剪指甲 然后这个打磨 抛光 软化 营养 上色 风底等等 这一套下了九个步骤 九个步骤 整体的一般能 要你六百多钱 如果他要用 低端的产品的话 他成本连五块钱都不到 当然你得算人家人工 房租什么的 其实 这个房租这里头 他打到里边打得厉害 那商店 租房子 那挣的更多 那么 你说你这大头让他挣起来 这店老板自个儿想挣点 讲多挣点怎么办 那只能在顾客身上打主意 所以才会出现在这暴力基础上 他又加盘 还有一些行骗的手段 哪些行骗手段 咱们有的朋友上过这趟 我一说你就明白 给你拉你进来 免费护理 你再体验一下 你想免费来吗 给你涂上 漂亮不漂亮 他拿一本书 你看啊 这上面世界模特 这假 没假 漂亮吗 你这个 照那差点 你照这效果来 你就再加几十块钱 就能这效果 这女孩都爱美 忽悠忽悠 你就上当了 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很多商家 就是抓住了女性爱美的心理 在女人的手上 做起了文章 前不久 有消费者在微博上爆料称 他们在北京某商场 遭遇了黑心美甲店 做一次指甲 少则上千 多则上万 微博一经发布 便引起了广大网友关注 2013年3月3日 化名小小的女孩 去北京西单一家美甲店 做指甲 本来只是想卸甲 但是刚一卸完指甲 一个店员 就拿着指甲照灯来了 这时候的小小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骗了 立刻叫停了服务 虽然只做了三个指甲 但却不得不支付 240元的冤枉钱 还有的呢 说你这一次 你要办个卡呀 我就给你打五折 你想打五折 办个卡 我不吃亏呀 而且这卡 后来你再来 能打八折 但是他一次 要你交好几千块钱 你后来你就得 不停到他这店里消费 他就用别的办法 骗你让你多花钱 甚至有的没假店 开不几天 人跑来 你上哪找他去 所以像这样的码 大家记住 他就如同美发店 他不会挣你一遍钱 江湖讲这一道储二道储三道储 一遍一遍挣你钱 他利用的就是顾客的心理 现在小女孩子都爱美 希望漂亮点 架不住诱惑 别人一忽悠就懵了 或者到一上 哎呀你这指甲这么做漂亮 那么做漂亮 哎呀这个真像哪个 弄弄你自己就跟嫁匀了似的 不知不觉就把钱花出去了 到最后结账的时候心疼了 你钱已经花了 这护理都给你做了 你怎么办 所以我说咱们电视机前 喜欢没假的朋友 您得注意了 当然你觉得 说我这美假漂亮了 我花钱值 那另外一回事 你要觉得这里头啊 有些猫腻 自己不想被人骗 被人忽悠 你记住一点 你去美假店之前 给自己心里定个价位 就是我涂成什么样 心里头有个打算 我就做成这样的 好 那到了这样之后 别人再怎么忽悠 我不做了 完事了 所以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进这种店 不被这些巧色如黄的 搞推销的忽悠了你 所以说美假行当啊 如果野蛮是生长的 很多时候都靠不规范操作 甚至假冒伪劣 来骗顾客的钱 恐怕这行呢 也发展不了多久 所以我们希望呢 相关部门呢 重视一点